中国大陆水利部最新公布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公报 数据显示中国河流正在以每年1000条的惊人速度消亡 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及以上的河流已经锐减一半 环保专家指出中共当局的过度开发资源 以及不在乎永续发展的政策 是导致中国河流消失和水资源短缺的主要原因 而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也为社会埋下了不稳定的祸根 根据水利部公布的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公报 中国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有22909条 而距离30年前上一次普查得出的数量还是5万多条 这缺失的27000条河流流到哪里去了 现在那个城市不断地过展开发区也好工业区也好 那么它都会占用大量的土地 那很多它就用那个填埋河流来做的 另外就是说大部分的水电开发 大量的节水 银水 很多那个工程的话 那个也导致河流就是说断流啊或者消亡 联合国报告宣称 中国是全球水资源短缺最严重的13个国家之一 水资源问题正在成为中国的一个巨大名声问题 官方数据显示 由于污水排放 中国40%的河流被严重污染 20%的河流水值完全无法使用 因为现在中国的整个一个发展的模式 就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模式 以过度的消耗环境和资源为代价 不光对环境带来破坏 当然也给就是说老百姓 给民众的这个就是说生活造成很多问题 只考虑眼前那些利益 这个当然政府是有很大责任的 对中国的河流危机 其实早在10年前就有专家发出 中国河流全面告急的警告 而一些濒临消失的河流污染的严重程度 令人触目惊心 近期更出现黄浦江漂浮 一万六千多头死猪 四川河流漂浮上千只死鸭等事件 而中共新总理李克强最近承诺 在环境污染问题上要更加透明 有分析认为 这是因为当局已经发现 环境问题正在成为 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因素 泰晤世报发表社论指称 环境污染已经代替过去的争地纠纷 成为让中国人最愤怒的问题 河流的消失对中国既是环境问题 也是个社会问题 新唐人电视张天宇采访报道